网友爆料 商战剧野蛮生长女主确定赵丽颖男主拟定肖战 赵丽颖自电视剧有菲播出之后 持续有一段时间 未有新的作品播出 已知目前有的存档具有 谁是凶手幸福到万家还未进入排播 有消息称 赵丽颖在最近已经确定接演 根据商战励志题材作品 不得往生改编的野蛮生长 这部剧从制作班底来看 就是冲着拿奖去的 而在最近也爆出 男主已经在接触肖战 如果肖战确认出演的话 相信很多粉丝也是非常乐见的 带领着自己小伙伴和男主一起做钢材生意 再遇到一次次困难以及格局的扩大 完成了对生意版图的蜕变 近几年关于商战片也有不少 此类片子的天花板就要竖鸡毛飞上天了 其中张艺 樱桃也因为鸡毛飞上天斩获了重量级奖项白玉兰奖的最佳男女主角 野蛮生长会不会给赵丽颖的事业带来新的辉煌 我们不得而知 毕竟现如今一部好的作品 想要拿奖 不光要演员的演技好 还要剧本质量过硬 更要有导演的整体布局 后好的后期剪辑 毕竟有太多好的剧本在开始宣传时 穴头非常足 但到最后拍出来的成品却不尽人意 野蛮生长这部剧在开始悬角时 赵丽颖是几乎很早就定下来的 而男主的角色 也被溜了很多人 之前传闻最多的就是白羽 白羽在爆红后的几年 并未沉迷流量 而是一直稳扎稳打走实力派演员的路 演的剧集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虽然在很多剧中 不是一番大男主 但总体演技过关 且看剧本眼光都很好 一部沉默的真相 在豆瓣评分也达到了9分以上 白羽的形象与这部剧也是比较贴合的 而传言男主角色接触了肖战 想来也不是空学来风 如果是一年前有人说 这样的类型找肖战 很多人肯定会持怀疑态度 现如今肖战在如梦之梦的舞台上 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专业能力 其演技也得到了很多业内专业人士的好评 想当初肖战的爆火 也是因为陈情令 精湛的演技和完美的共情能力 如果野蛮生长这部现代商战剧 最后官宣了赵丽颖和肖战 势必是一次完美的合作 赵丽颖素来在娱乐圈就有拼命十三娘的称号 对演戏非常的拼 肖战从出道以来 其敬业程度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本人还是极度自律 两位对演戏高要求的演员在一起合作 又会产生怎样的火花泥 不过 最后还是希望网友们能以官宣为主 虽然很多网友很期待他们的合作 但电视剧的选角最终还是剧方决定的 小道消息听听就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